第一個,我們剛剛已經完成,上面這邊總共有四個這些東西 另外的話算出這裡面的幹數 然後等一下就要再繼續看就是說 我們要看第四,第四的話是裂高 所有裂高都要變25 那所有裂高怎麼調整? 特別注意,在XL裡面有分成裂高 裂高就是每一裂,特別是橫向之裂 所以這邊第一裂,第二裂有沒有 那這個縱向是藍 A藍,B藍,C藍 所以特別注意,那個藍裂的觀念你要有 不要搞不清楚橫的是什麼,重的是什麼 記得橫的,這個橫向的就是裂 縱向的就是藍 那它所有的裂,所有裂怎麼做設定比較快 在藍裂的這邊有沒有 在左上角有個小標籤吧,你把它點下去 這個全選,把所有的儲存格都選取 因為我需要做什麼,按右鍵,裂高 我如果全選之後,要把所有的裂高 通通都改為什麼 改為那個25的話 幾個方法,我看題目裡面要什麼 所有裂的裂高 這好像有點可能有誤解 它有幾種狀況,這個是全選 不過看起來它有點比較像是 我們有資料的範圍的裂高 其他沒有資料裂高應該不用調整 所以我們把它改一下 改成就是說,所有的裂高指的是 一直到第一列 所以記得點一下第一列 優標一直捲動到最下面一列 按Shift鍵 按Shift鍵 按Shift鍵表示1到75列 全部選取,按右鍵 把它裂高,調整成25 25 那預設是16.5 所以把它改成25 應該會怎麼樣 裂高會比較高,按確定 OK 好 那你會發現那個間距變得比較高一些些 再來的話 將來如果你要調整藍寬的話 你就選藍 比如說這些藍,按右鍵 這邊有個叫藍寬的 裂高跟藍寬都可以自己去調整 OK 那我們調完裂高就OK 所以把1到75裂 調整為25 這樣的話 框線 那它要做什麼呢 框線部分的話 內框線 最細的實線 外框線 次出實線 然後呢 在第二列跟第三列中間變成雙線 所以其實會有三個框線要加 所有框線是細框線 外框是次出框線 然後第二列跟第三列是雙框線 那我怎麼知道有沒有加框線 你就檔案這邊點一下 有一個叫列印的 各位可以看到 將來如果你列印出去的話 就會是這樣子啦 你會發現列印出來 怎麼樣呢 完全沒有框線 那也就是說你將來如果把這資料印出去給你老闆看 你老闆會吐血 你這個列印這什麼東西給我 你連框線都沒有加上去 你就直接拿給我 那我怎麼知道 有的時候沒有辦法去對 有框線的話基本上會比較精確一點 那它做什麼 把全部的框線呢 加上細框線 外面的框線變成次出框線 第二列跟第三列這邊要什麼 雙框線 所以這邊要畫一條雙框線 好 那要怎麼做 才可以做到有框線呢 特別是第一個 切回到常用 切回來對不對 第一個全部喔 請你記得把全部選起來 全部怎麼選 油標放A1 往下卷動 到N75 就是最右邊最下面 按Ctrl 按Shift鍵 Shift鍵按住 這樣就全選了 把這個範圍全選 全選之後要做什麼呢 設定框線 那怎麼設定呢 特別注意喔 常用的這邊有一個 很像框線的東西有沒有 機關就在這裡 常用裡面的